好,又跟大家見面,今次帶來這部近期都算蠻矚目的一部Android手機 就是華為的Ideos U8150 那有什麼矚目呢? 矚目就矚目在它是一部應該是單機開買價最便宜的一部Android手機 開買價是$1880 那有什麼特別呢? 這部機器 首先呢,用來機背看看 這個背蓋每部機會送三個粉紅黃藍色的 我手上這部是藍色的 機背大第一字寫著With Google 就是和Google合作的手機 廠方亦都表明了會和Google同步升級 即是某程度上大家可以當它是Google親生仔 即是和Nexus Sun差不多 有Ideos的字 鏡頭300萬像素 沒有自動對焦,沒有曝光燈,什麼都沒有 旁邊的兩點就是喇叭 我試過很大聲的,待會可以播給大家聽 好看 機頂3.5mm 這裡其實有一顆 Power鍵 這邊有音量 另外一邊就什麼都沒有 機底 機底,手機靠洞 還有Micro USB 機面是小弟個人最喜歡的地方之一 為什麼呢?就是這個 五方向D-Pad 用起來是非常方便的 我個人都很喜歡 打電話收線鍵也是很方便的 尤其是可以按收線鍵 當作Home鍵和熄螢 都是非常好好的 上面這四顆熱感鍵 電容式的鍵 或是Back,Menu,Home Search 開機 第一時間看到 這個魚架包會是沒有錯的 是Android 2.X 這部2.2 的Lock Screen畫面 開完機 一看就看到 2.5mm的Live Wallpaper 是有的 雖然 是 scrolling的時候 疾了一點 效果也是有的 但是呢 它表面那一層一定不會有事 這件事是做得非常之好 我覺得 有些機是 低階的 低階是 底有窒面有窒的 講到這個高低階 講到規格 CPU是 MSM7225 528MHz RAM ROM是 256512 螢幕是 2.8吋 320x240 基本上是這些 電量是 1200mAh 那 這部機的電量非常之好 我試過用了 8個小時左右 還有六成的電 那 那 可以說 很刺激 還有呢 試過 這部機是 不太熱的 開了幾個字 做Wi-Fi Tittering Wi-Fi HubSpot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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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 那 以前的android 2.2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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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就是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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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漸變的效果,而且後面沒有凹凸,你必須不回應 這是有點難適應的地方 你看到拖駛時,上面是沒有3D的 只是一些失敗的效果 值得一提,在這部機器的操作上,算是頗順的 講一下功能 首先有這個相機,一定有 不要說一定有,很多低價機都有 我知道可以說 另外就有這個 一般Android機未必會有內置的記事本 它是有內置的,這個是內置不是下載的 另外一樣,Nexus 1有而它沒有的東西 就是這個圖片褲是用原生的SDK版 可以進去看看 所有東西都是非常原始的可以說 除了Movie Touch之外 另一樣Android 2.2有而它不會有的呢 就是這個 Flash 因為CPU規格的關係,這部機器是不會有Flash 但是 來近11月左右,廠方會出Flash Light來代替 再跟著,跟你們看一下 這個 對,驗證一下 它是有這個 Wi-Fi 的機器 以及可以接駁電腦當USB Modem 這個功能也是Android 2.2 大家最注意的地方之一 我想 那...順手看看吧 因為我剛剛... 我已經拍片之前 是剛剛充電沒多久的 所以 只能看到一些東西 但是呢 的確是 很... 刺激的電腦 8個小時左右都是用了六成 我那8個小時 還要是 開盡了 社交網絡啊 Gmail Google啊 那些東西 都猜不到它 用到那麼久 那如果不開那麼多東西的話 我想隨時真的可以用到一天半至兩天 那應該是第一步可以過夜的Android機器 那...最後就跟大家看一下 音樂吧 那... 那... 歌... 音樂界面也是原生的Android 2.2 的 或者2.X 的版本 那... 那... 都... 已經夠方便了 其實我覺得 那... 隨便弄一首歌給大家聽一下吧 開盡了 Gmail 我... 很多人有心 將愛女當成自稱 對啦 大約就是這個音量 那... 在Android機上來說 算是非常之大聲的 我覺得 和它難得的東西是大聲得來 不測 有時放在床頭聽歌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最後就講一下遊戲 很多App在市場都是找不到的 但是小弟就發覺有其中一小部分 例如這個 這個遊戲的市場是找不到的 但是可以下載SD卡再放進去 我知道是可以的 可以走動的 雖然是慢一點 我把電話聲音很大 這一般執行都沒問題 有一部分遊戲可能會減少一點 但是這個遊戲就沒問題 四圍都做到鐵鐵伏 顯示上也沒問題 那麼 看看吧 玩遊戲其實不算很理想 始終是一部人工機 但是以日常使用來說 都是非常不錯的 是有些位置慢了一點點的 你看到這裡的右手邊是剪了一點點的 這裡 這裡 它原本是有個Money的 看到有多少錢的 但是這個就剪了一點點 這裡也放了一點點 你看到的箭嘴都出不完 第一 就是這樣 說一下這個用後感 這部機器我用了一個weekend 大家都知道我平時是用Nissus One 但是這部機器在使用上 多得Android 2.2不少 都勉強適應到的 好歸於是上一袋的平價 U 那麼 RAM又不是多 但是 我覺得多得Android 2.2 操作上算流暢 那麼 要等很久的情況也不太多 那以1880元這個售價來說 是一部非常理想的入門機器 又不是說不靚仔 我覺得還可以 另外還有黑色蓋 所以遲些再出黑色蓋 加上它的電量是這麼可人 那個人是非常推薦入門的用家 是用這部機器的